成群结队骑上摩托车狂按喇叭宣泄怒火 泰国民众16日号召500辆汽机车在曼谷街头示威 要求在13日的总理投票中 没有投给前进党候选人Pita的参议员下台 高人气的Pita所领导的前进党 虽然在日前的众议院选举取得多数 但他还是没能获得参议院足够支持鲨鱼而归 对泰国选民来说 这无疑是对民意的蔑视 泰国的参议院250个席次 几乎全是由军方指派 而非民选 目前的总理投票中 只有13位参议员支持Pita Pita主张许多改革政策 包括修改冒犯军主罪等 就被认为踩到了军方的红线 不过作为当前泰国支持度最高的总理候选人 却没能顺利上位 势必只会让政治局势更动荡 我们在谈论很多民主支持 如果这些声音都被拒绝了 并非拒绝了 我们会有选择 Pita接下来19日会挑战第二轮总理投票 他也已经表明如果再失败 他就会把机会让给盟党 为泰党的候选人来组成联合政府 就看之后泰国的进步派政党联盟 能否成功撼动参议院的军队人马 欢迎新闻徐浩铭 组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